今天要和你分享的这篇文章是 65岁陈道明在上热搜 我劝你做个无用的人 一起来听 抗议题材剧在一起要开拍了 传的最广的一条消息是 陈道明有可能出演中南山院士 虽然出品方后来澄清 网传名单不实 选角尚未开始 但仍有众多网友表示 期待陈道明的演出 很多人评价陈道明 在灯红酒绿的娱乐圈名利场中 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他的独特气质来自何处 陈道明曾在60岁生日时 写了一篇文章 做点无用之事 让我们看到他演员之外的生活 我从小弹的一首好钢琴 喜欢到中暗 中年后我迷上了画画 现在最喜欢抄写《道德经》之类的古籍 我也会做点手工 唐仁 面仁 木工 裁缝 这几项手工活 我都还算拿手 闲暇时光 我更乐意为妻子 缝制各种皮包 有时我们夫妻俩 同坐窗下 他绣他的花草 我采我的皮包 窗外落叶无声 屋内时光静好 这个被季献林老先生称为 可以胜任北大教授的人 觉得人生就该浪费在无用的事情上 或许这些奇迹银巧 以悦妇孺的事儿 还不如一场饭局来得更有用 但人活着 需要给自己的心灵安一个家 无用方得从容 因为无用才能自用 他说无用之美 是以无用之事 前有牙之声 无论钟南山 还是陈道明 内心从容笃定 与自己平心静气地相处 人生才不会跌跌撞撞 迷迷惘惘 无用的话越多 人越快乐 有一项心理研究 一个人说的话 若90%以上是废话 就容易感到快乐 反之 假若废话不足50% 则难以体验到快乐 杨将曾在《隐身一》中写道 他和钱钟书 常聊些无用的废话 并乐不可知 要是给你一件仙家法宝 想要什么 我们都要隐身衣 各批一件 同出遨游 玩得高兴时 不免放肆淘气 惊动了人 隐身不住 得赶紧逃 哎呀 还得有缩地法 还要护身法 我们简直想象不到 这两位文坛太陡的日常聊天 不是讨论文学创作 却是说笑逗趣些 消磨时光的闲话 两地书中 鲁迅与徐广平 一百三十五封 《往来书信》里 尽是些微末所示 吃了什么 天气如何 不曾说出口的情思与牵挂 都藏在一句句 闲话家常里 正如沐昕先生所言 说了等于没说的话 才是情话 人到中年 忙忙碌碌 总是一件事情 接着一件事情 我们追求高效生活 有效沟通 要求自己言之有物 也期待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 可是 人生不是完成任务 我们每个人 都在关系之中 总需要一点温度 才能感受到幸福 正是那些笨拙的 幼稚的 没有什么营养的话 将我们链接在一起 今天吃到什么好吃的 路上看到什么趣事 这些一日三餐的油盐酱醋茶 和鸡毛蒜皮的碎碎念 温暖了城市里疲惫的你我 别担心无用浪费了时间 小王子里有一句很温暖的话 正是你在玫瑰身上浪费的时间 才让它无比珍贵 在紧赶慢赶的红尘里 能有愿意跟你废话连篇的人 何其有幸 无用的事越多 人越广博 我们从小到大都在和 有没有用这个问题纠缠拉扯 读历史是无用的 学金融是有用的 去美术馆欣赏画展是无用的 听成功人士讲座是有用的 闲看花开 坐看云落是无用的 工筹交错 酒局应酬是有用的 太多有用将无用推到了边缘 我们的人生开始干涩无趣起来 但人生并不是拿来用的 梁文道看得很清醒 读一些无用的书 做一些无用的事 花一些无用的时间 都是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 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 人生中一些很了不起的变化 就是来自这种时刻 莫言小时家境贫寒 十二岁便辍学到生产队干活 割草放牛之余 他常常捧着书 躲进草垛中细细贫毒 被虫一咬 被马蜂遮 读到日落西山 却不自知 旁人十分不解 毕竟贤书当不得饭吃 但是读书的妙处 已融进了莫言精神的血液里 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致辞时说的 文学和科学相比较 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 但是文学的最大用处 也许就是他的没有用处 一些看似无用的东西 却往往穿透世俗 直指人心 其实世间许多大用 都是从那些 看似无用的事物中 前生出来的 庄子早说了 无用者正所以为大用也 有用者其用有尽 无用之用其用无穷 故能成为大用 世人皆知有用之用 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当我们功利地拒绝了 所谓的无用 也就失去了 众多隐藏于其中的大用 生活的一去 不在那些宏大的叙事 而是藏在一些 无用的小事中 正是这些无用之事 滋养着我们 对世界的天真与好奇 养出一份超乎功利的广播 并在时间的酝酿中 潜移默化地改变了 我们生命之河的流向 人生最重要的东西 其实都没什么用 六百多年前 年过七十的皇宫望 用三四年的时间 完成了富春山居图 人人皆为名奔走 为历忙碌 皇宫望与他的画作 好似一个无用的人 做了一件无用的事 然而千百年过去 一代又一代人 做的有用的事 在光阴流转里 烟消云散 而当年那无用的老人 用清静的心 留下的画作 穿过岁月山河 成为人间真品 泰格尔说 功利主义的人生 就像一把 没有刀鞘的刀子 锋利 但是不好看 如果生活这盘菜 用这样的刀来切 便是一种 让人难以释怀的感觉 人这一生 并没多复杂 无论王宫贵胄 还是草芥贫民 都是一场 奔赴死亡的旅程 若只为了目的地 而掠过这一路上的风景 人生就真的 如同一场苦意了 你看这世上 许多美好 皆是用无用之物 带来的 正是这些 无用的事物 平衡了生命中 逃不掉的苦 将覆盖在生活上的 粗糙 一一逝去 如果人活得太实用 便便选不到 生命的意义 就像是 知悦和说的 世间需要没用的东西 如果一切事物 都必须有其意义 会让人喘不过气来 终有一天 我们会发现 正是那些无用的东西 经年累月之中 慢慢沉浅到 我们心灵的深处 在我们黯然神伤的日子里 给予慰藉 像一束光 照亮我们庸碌的生活 有用的东西 赔不了你多久 无用的事物 却往往心之所细 情之悠悠 好好享受沿途风光吧 如此才不会觉得 自己来人间这一遭 不值得 在无用的生活里 蕴藏着从容不迫 抵达辽阔之地的生命哲学 周国平有句话说得好 世上有味之事 包括诗 酒 哲学 爱情 往往无用 因无用之诗 醉无用之酒 读无用之书 终无用之情 终于成一无用之人 却因此活得有滋有味 与其步履匆匆 被功利的有用主宰 却活得越来越疲惫 何妨做一个无用的人 照顾好自己的灵魂 我们不仅要生存 更要去生活 别为了赶路 错过赏一树花开 相应笑春风 别为了做不完的工作 忘了看一看窗外 月光清白落人间 别为了一日生计 忽略了怒放的野花 和每一个日暮晨昏 虽然抬头仰望星空 并不能换来 明天的柴米油烟 但或许我们能从中 获得生命的顿悟 它是对生活的释放 也是对自我的拥抱 无用的角落 是灵魂安歇的地方 无用的日常 才是自己的生活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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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